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频道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 这出戏菲律宾想跟中国唱下去 它到底是打什么算盘呢 我觉得这个小马斯也是比较聪明人 它的算盘可能是在普京 你可没听错 小马斯可能算的是变量是普京 你看我给你分解一下 你就看很明白了 它是什么盘子 中国现在为什么连这种侮辱 人家说你这个造假 你官方造假 中国还能忍不揍他 这罗伊在哪呢 我要去在南海揍了菲律宾 就等于跟美国人干了 跟美国人干是不是给普京解压了 大家想想是道理吧 普京现在最想要的不就是 你中国和美国在南海打一下 你别管在台海还南海打一架 哪打一架都可以啊 当前状态对美国而言是不利的 中国没有下场 而美国人已经是欧洲中东和东亚 全都是已经捉襟见绝了 这种形式咱们讲过对美国人不利的 美国首先希望收割更为庞大的中国 他想要拿汇率战 价格战 金融战跟中国打 结局现在只收割了一个日本 日元贬值 人民币还是很坚挺 经济 科技 金融 政治 这几场战争都打完了 都没法跟中国打 就没法撼动中国 那这个时候 他现在手里唯一牌不就是通过战争吗 是就shock 震荡 他手里边这个震荡的牌也就这些 经济和军事是共同作用的 是shock的 是震荡 咱们讲 他的工具顶天就是让这个地方产生地震 震荡 你看你能不能平衡 能不能保持平衡 咱们可以形象的把这个工具理解成什么 就是制造地震 制造震荡 军事和经济都是制造 金融手段都是制造动荡的 说完了就看你身上 一般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 一般是有一种小偷 都会先看你有没有钱 先把你某个动作引起来 然后看你身上有多少钱 量出钱以后 然后我再军事下 下别手 实际就是先要震一下 shock一下你 让你把你的底牌亮出来 如果你是个有钱人 我就干你了 所以现在可能美国人用军事手段和金融手段 干的就是这事 但是他确认要收割中国 实际就看你中国能保持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就是现在金融手段 中国动不了 动不了中国 只能使用战争手段 中国现在其实在看普京的态度 就是说普京连任之后 马上要访问中国 对吧 对于俄罗斯而言 中国的下场 那么也就是说 可以给俄罗斯一个喘息机会了 如果中国在南海 是吧 开干 那么也说俄罗斯会在南海 是最大会 没想到吧 中国南海揍菲律宾 俄罗斯是最大会议方 挺有意思吧 那中国首先在这一边 要明确俄罗斯是最大会议方 那自然要从俄罗斯里边 获得足够的一个承诺 我竟然让你获得这么大利益 对吧 那这意味着中国之间应该是 等待普京访华 确认这个利益 然后我开始动 我觉得没方便 那交换什么呢 我在南海揍你菲律宾 我觉得菲律宾人现在应该想想俄罗斯 那就意味着什么 中国之间可能马上要达成某种协议 对美国来说 这不是一个好事 这绝不是一个好事 美国来说 事实上 现在南海 下场南海的话 对中国来说 也并非是一个坏事 怎么看 中美现在进行的较量 不就是 所有人都看到 世界就是中美较量 美国不直接下场 对吧 中国也没有下场 但是大家都知道 解放军的实力 对吧 就是美国 美国完全是被解放军 东风导弹给震慑住了 现在 而美国如果认怂 如果再继续 用军事手段震荡 那么中国可以继续 继续的 扩大自己的军事样力 或者自己把军事 继续向外投射 谁就是对抗 军事 这个堡垒 美国建一岛林堡垒 中国建南海堡垒 双方之间 这个大打出手 概率增加 但如果你美国认怂 不跟中国挑衅 那么大家是不是 可以继续合作 跟美国合作 但如果美国继续对抗的话 中国当然也不介意 跟美国冲突 但是咱们讲个 冲突地点这些好 传言半岛 现在局势升级 如果被拖入朝鲜半岛 那么对中国而言 是泥潭 因为离中国太近了 东北 所以中国在哪动手 你看台海不能动 朝鲜半岛离中国近 台海离中国也近了 而且是中国核心区 江南 广东 那一带 在哪 当然是南海了 还能哪 南海动手 是我最好的地方 而且我动手 动的是菲律宾 基本上可以转移焦点了 就把朝鲜半岛和台海的热点 直接转到南海 那等于是缓和了在台海和半岛的焦点 中国一旦出手的话 其实也是要展示实力 咱们一定要借这个机会向西方 尤其是很多人不相信中国能赢的 就赌中国输的 这些国家展示中国实力 中国确实需要一个 就是我说了很多军事的 很多人在底下留言 就不相信 就是中国吹牛逼 我见过这样的 台湾很多 我还是在菲律宾见过很多这样的 就当我面的 也说中国怎么不行 拿很多视频 笑和中国 说中国这个假 那个假 你们这个军队也是假的 所以中国需要什么 需要一次真真正正给他 给他一个 咱们用战争 教训他 自卫反击 告诉你我的实力 否则这帮人 他永远不会信 像俄乌战争 很多人说俄罗斯拉垮 现在看谁拉垮了 谁拉了 谁垮了 就是让他一眼 切眼见识一下中国实力 菲律宾也是赌中国输 他才会做这个赌助 那让你看一看 也包括让俄罗斯和伊朗看一看 实际是未来让俄罗斯和伊朗 能够对中国更服帖 说白了中国当成领袖的话 当然可以了 你更能服 我实力在这 我用一个小拇指就摆平了美军 在菲律宾的巨大投入 而你俄罗斯可是用一个拳头 俩拳头干的 还得拨呢 伊朗更是了 所以想想我的实力得啥样 我跟你美军一个小指头就干了 所以中国得展示 这个展示地点就不能选在台海 也不能选在中国最核心利益的超越半岛 在哪 不就在南海吗 所以你看现在咱们在等什么 等普京和普京的谈 所以小马斯别着急 普京来完之后 我觉得你应该赶紧盯咱们频道 看看普京和习主席谈了什么 现在南海形势是一个螺旋上升 他正好自己找上来了 那么在这个关键时刻 中国是需要有足够的战略定力 就是我们和普京的谈 我们不能急着把自己的价码出了 抱出去 那中美的对抗当然是会缓解俄罗斯压力 那俄罗斯给中国什么优惠呢 我觉得一定会谈的 我们战略对表 在其他地方我能获得什么 所以现在看每一步棋已经到白日化了 这每一步棋都是关键 这真的不是咱们说 你想菲律宾现在公开的等于是对中国宣战了 就是说你的外交部的文件是造假 那这不就是宣战吗 什么国家能造假 流氓国家造假 你骂中国政府流氓吗 所以袁矮礁驻军补给这事 其实这都不重要了 真要打的话 其实很显然 就是一句话的事 我们现在在等什么 在等的是和俄罗斯的交易 就意思吧 南海是跟俄罗斯交易